采访报道 好 我们看到苏爸爸骄傲地说呢 女儿在他的心中已经拿下金牌了 相信听到这样的话 苏立文一定会很开心 因为尽管他昨天落败 而且受伤 他心里最牵挂的是他的父亲 因为爸爸得了鼻烟癌 他说接下来跟爸爸一起养伤 两个人一起加油 苏立文加油 坐在轮椅上被教练推出来 苏立文一开口没有诉苦 却是自责 一切都很好 能拿 没有为国家拿一个奖牌 真的辜负大家期望 不好意思 都已经受伤 苏立文员就带着笑容 还反过来要大家放心 能忍痛坚持到最后 正是靠拼搏的勇气 就是奋力搏 对 已经来到这里 就没有退缩的感觉 完全就是往前冲了 而且我背着就是国家的国旗出来 然后那么多人帮我加油 自己没有放弃的理由 而且有些承诺必须要去执行 即使没有拿到最高的奖牌 也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你所谓承诺就是对爸爸的承诺 对啊 曾经说要拿一面奖牌 替正在和BNI搏斗的爸爸打气 苏立文现在却连电话都没打 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是怕 爸爸担心 找不到机会 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因为电视都播了 说谎好像也不太好 我比较担心他老人家掉眼泪 所以 因为我以前受伤 比较不会让他们知道 现在受伤不让他们知道 好像都没办法 所以请他不要担心 这个伤不会很严重 我可以撑过去这样 和爸爸一起加油 现在的苏立文先养伤 为下次挑战再努力 一定要把台湾人的精神 再打出来 苏立文展现了台湾精神 而他更是台湾人的骄傲 比金牌更闪耀 中文新闻张红生李洛梅 北京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